成年犀鸟外出密室,没成像巢穴却被花豹打劫 更关键的是犀鸟幼崽已不见踪影,留下来的只是空空的洞穴 幼崽是否还有生还的可能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只成年犀鸟捕食归来,一切都像往常那么平静和谐 未保佑宰后,它又再次外归 然而,它飞走没多长时间,巨大的危险却悄悄降临 原来一只花豹游荡着来到了巢穴附近 通过花豹的行为举止来看,它对这里感觉很陌生 更没有一股脑地直接钻进鸟巢中寻找猎物 反而是在周边寻寻秘密,对整个鸟巢充满了好奇 在摸索了一段时间后,花豹终于发现了猎物之门 并尝试着将头伸进了巢穴中 起初之时,花豹是比较谨慎的,也许担心被突然袭击 所以它还会时不时地从巢穴中钻出来查看周边环境 居然安全后,才要放心地去探寻猎物 与此同时,由于巢穴洞口较为狭窄,内部较为黑暗 再加上犀鸟又在在巢穴更加靠里的位置 从而使得花豹并没有那般顺利捕杀成功 甚至来来回会出入巢穴好几次 虽然过程麻烦,但是它却没有轻易放弃 不断地在努力尝试 果然,这一次它终于得手了 令人惊讶的是,它并没有像捕杀其他猎物那般狼吞虎咽 反而是保持叼着的状态,并时刻观察周边环境 没一会儿的功夫,更是直接将幼崽放下了 对于这个动作,大概率是花豹想以此要挟成年犀鸟 进而来个一箭双雕 然而,意外发生了 犀鸟又在竟然从树上掉落下来 这可把花豹紧张坏了 只好抓紧跟着下去 防止到手的美餐落入对手手中 过一段时间后,悲情的时刻来临 两只成年犀鸟们不识归来,却发现巢穴空空如也 对于它们来说,此之情况不妙 从它们的神态中,我们更是感受到它们的无助悲痛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自然界就是这么残酷 即使它们刚才守护在又在身边 恐怕结局只会更加悲惨 甚至落得被花抱一锅端的惨状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